花蓮县政府为了推广山海步道美景 4月1号起推出了花蓮绝美步道的推广活动 民众前往花蓮绝美20条步道 会参加欧都纳森游花蓮小百月活动 4月1号开跑及涌若1300笔的步道登录资料 而泰鲁阁追陆古道更是涌夺民众最想盘登的步道第一名 泰鲁处也呼吁民众爱护自然 欣赏美景也不要忘记将垃圾带走 花蓮20条绝美步道 南跨山景海景横跨花蓮北中南各区 而民众首选的登山步道就以泰鲁阁追陆古道 荣登第一名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也表示 非常感谢民众的爱戴 不过也呼吁民众一起保护自然景观 留给下一代有更好的景致可以欣赏 吰鲁古道很荣幸能够获得花蓮县名的喜爱 能够票选第一名 吰鲁古道是一条老少线移的步道 不过因为是位于死基保存区 所以需要做入园的升旗 那我们这边呼吁山友在爬吰鲁古道 除了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然后登山转背的背起以外 另外就是还呼吁 因为在吰鲁古道的沿线都有一些断崖 所以在行走的时候要小心自己断崖的一个危险性 那另外我们希望说爬山我们先把山林留给清净的一个环境给大家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特色带下山 而此次的活动让民众透过探索每一条步道的特殊自然风光 包含河欢东风、石门山、太鲁阁峡谷、追陆古道、大同大理步道等20条步道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级表示 政府开放山林政策后 许多民众会利用长假申请攀登 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内的高山 并呼吁民众一起爱护自然 登山之后将垃圾记得带走 记者凌杰休林乡采访报道